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积从村干部面临怎样的压力 又是一年接稿禁烧时 敬请收看本期聚焦三农 好 欢迎回来 每年卖收期间都可以看到 因为接稿禁烧工作不利 地方基层干部被问责的新闻 要说这接稿禁烧 基层干部可是苦干又苦恼 一边是铁令如山 一边是防不胜防 那么今年接稿禁烧情况如何 在防火一线的村干部们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南的调查 每到夏秋两季 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都会对接稿焚烧进行集中监测 每天都会制作全国范围的接稿焚烧摇杆监测分布图和报告 并通过环保部网站向社会发布监测简报 作为我国的产粮大省 2015年6月11日 河南地区仅一天就出现了207个疑似接稿焚烧火点 数量居全国省位 画面中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疑似着火点 对大气环境质量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这是环保部上个星期发布的监测周报 从6月6日到6月12日 在河南省监测到接稿焚烧火点数是两个 这与2015年同期的256个相比 减少了254个 降幅达到99% 那么麦地里的实际情况 是否和环保部公布的数据一致呢 今年就真的没有人点火了吗 记者驱车赶往河南 现在是在河南省沈丘县的指电镇 在来探访的路上 我们发现这里的小麦已经基本上收割完毕 而像我身后这样的净烧解稿的标语 在这里也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那么今年这里的净烧解稿的工作到底落实的怎么样呢 沈丘县的指电镇位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 共有耕地面积三万六千余亩 小麦收割已经完成了将近60% 天空飘着雨 尚未收割的小麦在静静的等待着晴天的到来 我的左手边呢是卢庄村的一块卖地 现在由于下雨 这片卖地还不能够收割 在卖地的对面是卢庄村的三下防火指挥部 那么三下防火指挥部为三下卖收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张德超是指电镇卢庄村的村主任 也是这里防火指挥部领导小组的组长 而说起街杆尽烧 他先给我们介绍起了指挥部里的防火应急设备 而除了这些小型的防火应急工具 这里还停放着一辆悬耕机 这又是做什么的呢 咱这一个中型悬耕机 因为它这边咱们是把土翻起来 直接把这个埋结杆 基本全部悬断之后把土悬出来 它不是不易染了吗 不是形成一个阻染带的 阻染带到咱们防火中间我们都叫隔离带 根据着火点的不同情况 隔离带的形状也有所区别 在没有封着火点数量少而集中的情况下 一般采用圆弧形的隔离带 就是在着火点的周围 用悬耕机转一个圈 将着火点就地封闭 这种方式起效最快 而在风大火急着火点分散的情况下 就要采用长方形的隔离带 根据火石蔓延的方向 将湿火麦田与普通麦田隔离开来 这样的隔离带面积更大 悬耕机工作的时间也更长 因此一些地方会在卖收之前 就提前打好防火隔离带 将地块打散防患于未然 记者发现就在悬耕机的旁边 还并排停着一辆水车 配有200米的水管和压力泵 为什么要弄200米这么做 这是200米 咱也是一个应急东西 你要弄30米50米 如果有个火点立着50米你怎么办 超过100米你怎么办 开车开不过去 开车交通过不去你怎么办 最简单都是用到家里帮忙送 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那这个是里边的水 每天都是满的 每天就被弄 我看一下 你看 它这个车的这个储水量大概是有 八立方 八立方 对 那就是说准备这样一辆车就够了吗 咱们整个村子 因为我们这里边是第一 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我们是这几年了就没发生过火 因为我们现在宣传到位了 抓到到位了 这是我们只是应急万一之用 其实你自己也不想这车开出去吧 是吧 我们从我们内心里边 这车不启动才好呢 今年三下 河南省继续加大 街杆进烧不利的问责力度 对省内第一个出现火点的 将由省政府约谈着火点 所在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 同时以一个县市区为单位 每个着火点 省财政直接扣拨相关县市区财力50万元 每一块 街杆进上的地方 对我们的人员 在24小时里进行顶放 一般情况在支援部留守的人员 大概就是在12人 再加上我们在天年地头留守里 随时随地 反映火星第一时间报告里 24小时监控着这样的人员 我们大概有60多个人 责任层层落实 最终的街杆进烧压力 还是要靠基层村干部来消化 第二天中午 天空终于开始放晴 秋庄村的卖地也开始收割了 晴天的午后 气温升高 小麦街杆迅速干燥 十分容易点燃 这个时候会不会出现着火点 村干部又该如何防火呢 每台收割机下地前 村干部都要确定加装了街杆粉碎装置 粉碎后的街杆直接覆盖在地表 可以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 达到饱伤的目的 腐烂后的街杆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 为土地增加肥力 街杆粉碎还田之后 农民可以直接剥种玉米 自然就杜绝了街杆的焚烧 你们每天会来检查这个东西吗 每天都检查 而且我们都是收割机 老师这个流入土买账 再食过门一下 然后给军众选成到位 你是拿尺子过来凉了 每天还是说 收割机收完麦子之后 会在地里留下麦茬 麦茬如果留得高 会增加播种难度 也不利于秋季农作物的生长 有些着急种地的农民图一时省事 偷偷把小麦街杆一烧了之 经过分析测算 当麦茬高度低于10厘米之后 贴近地面的麦茬也更容易腐化分解为肥料 自然也就点不着了 那么麦茬高度是如何控制的呢 有个省降机 省降机的给你这个地理平整度 如果要是拼了 他往街 他省降机往地上挪一下 挪一点的 它买它都抵了 又往街上挪又抵了 如果要提不清的情况下的 他往这儿抬 你看这街上买仗又抵了 那到了晚上光线昏暗视线不清 会不会有人趁着天黑偷偷烧街杆呢 这时候村干部又在做什么呢 记者在夜里九点又一次来到了麦茬 站杆这个发现有明火没有 没有没有 站杆这个字本 一个小时 八个小时换一次本 站本到时候吧 三百多 十二间以后快去过来查岗 发现得拿一个不在岗的 不清啊 每天晚上 卢庄村的村书记任华中 都会在自己负责的地块里 跑上几个来回 查看巡防员的在岗情况 这里有点挺 这个是地区 地区有障碍物 在这个地方它就有障碍物 稍微拐一点 这里边都挺 5月29日开始 纸电阵的每一块卖地都有巡防员24小时盯房 晚上村干部要每隔三个小时对巡防员是否在岗进行检查 为了防止街杆焚烧 他们都没有完整的睡过一个好觉 压力也挺大的 这个火源是吧 这个有时间老百姓 他个人不注意 就是害怕 就是每天要跟你 必须到监督好 在村干部的严防死守之下 到目前为止 沈丘县基本上完成了下收和下重 实现了街杆零焚烧的任务 我们这里成立了大线的宣传队 我们十辆宣传车 每天坐转完 在天年地头 乡村里 嚼嚼若落 都在那儿进行宣传 我们这里有这个宣传表语 每个词香港宣传表语不能低于十幅 知识表语不能说于五百幅 宣传工作年年做 严防死守年年有 为什么今年的街杆尽烧工作 会进展的如此顺利呢 卖收期间 河南地区的连续降雨 给街杆尽烧帮了大忙 前去抱着鱿鱼嘛 抓人 赶快是他手头赶快撞他 这些老百姓现在都是 对这个锁了以后 趁上枪上 种完以后 把人家给它种了 酱水使得街杆潮湿不易燃 虽然收割有点麻烦 可是土壤伤情好 收完小麦 马上就可以播种玉米 对于农民来说 能早种地 种好地 自然就不会想着去烧街杆了 明天早就播种了 明天早就播种了 这么快就播种了 对对对 明天早就播种了 为什么明天早 这么着急 这现在刚刚下过鱼 地里是好少 明天是播种 明天下午又有鱼了 种了 几天就玉米苗就出来了 村干部告诉我们 等到完成下种 玉米苗长出来 他们才能真正松口气 这样看来 让农民从以往的不敢烧 转为不想烧不能烧 才是街杆尽烧工作的关键 为了减少焚烧街杆 很多地方动员乡村干部 是严防死守 我们向这些守望环境的 基层干部们倒生辛苦 防堵不如疏解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 卖杆无害化处理的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有些地方呢 也找到了综合运用技术手段 和市场资源的办法 构建起了农民 企业 政府都能得力的 街杆无害化处理产业链 实现了街杆的变费为宝 我们希望那些 还没有找到这些办法的地方 到那些已经做成产业链的地方 取取经 拿出自己的创造性 找到将卖杆变成宝贝的办法 关注江苏沿城龙卷风灾害的救灾情况 目前沿城市受灾地区的通讯水电交通 正逐步恢复正常 那下一步如何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恢复灾后重建将会更加重要 在强雷电 短时降雨 冰雹 雷雨大风等强队流天际下 赋宁县新沟镇等地出现了12级大风 天还下着大雨 继着连夜赶到赋宁县陈阳镇新途村 在村口 交警阵冒雨有序数岛交通 消防车救护车原地待命 随时救护从村里送出来的伤员 我们现在房子的屋外全飞了 全已经打闭了 都被大风灌跑了 当时灾难发生以后 这条救援道路还没打通 我们到了现场第一时间 就是帮助挖球机在进行现场清脏 打通救援通道 来自严重市各地的志愿者 第一时间把手电筒 矿泉水 食品等急需的物品 源源不断地送了进来 我们是从下午三点钟知道这个信息的 我们很快在对准的时间内 我们跟市民政局 包括府邻这边的民政局 连接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西汇 现在的所有的供应商 我们自治现在组织了将近3000项的物资 包括手地集中的 自己在去急需的物品 以最快的速度拉到这个地方来 接着赶到严城市赴宁县人民医院 城南分院的时候 看到从严城赶来的救护车 正将重症病人转送到严城市 医院内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 对近医院的病人和家属进行引导 我们今天大家要有100多200个人 在这边帮助这个日子 就是病人来了 好多人就帮到生活上面 过哪个日子就是日子 飞开肥子 飞开水 都没有个病房 没有人啊 有个家人 在这边的时候 没有派人就派人家 他继续在上海 我过来要到12点左右 过来 他现在没人照顾 他需要什么我帮他嘛 据了解 这些志愿者不仅来自本地 还有严城 建湖 涉阳等地 有些志愿者 甚至从苏州 无锡等城市 专门赶来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朋友圈里面 发出来都说什么 父母这里 然后我们就赶过来了 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然后就稍微能帮助一点就能 在一间安置教室的外面 记者见到了正在咬着馒头的李建豪 李建豪告诉记者 他就是硕级小学的老师 自从下午把受灾群众 安置到了他们学校 老师们都自发留在这里 一直忙到晚上 才有空吃一口馒头 开始我们付的期待 还有付的物资的 接收和发放 物资非常的丰富 目前我们 大部分的物资都已经到位了 吃 住 一些用的东西 散啊什么东西都到位了 电头 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区别项目 人都没事 都有了 都有了 都不去了 不去了 都有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大家伙 据说他号称是前北猪王 究竟有多重呢 当地的农牧区专家去现场测了一下 那这头猪长2.35米 高1.1米 腰围2米 重达1500斤以上 好家伙 光听这些数据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那么这号称猪王的大家伙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眷社里 记者见到了这头被贵州省隋阳县农牧部门授予前北猪王的外三园大公猪 这头猪毛发雪白 通体如墙 两耳如扇 四肢粗壮 为了证明自己养的猪王 体壮如牛 村民陈明平特意从隔壁眷社赶了一头300斤左右的猪来对比 在猪王面前300斤左右的大猪 看上去就像小猪仔 陈明平说猪王是从邻村买的 刚开始和其他小猪一样100斤左右 但是陈明平很快就发现 猪王的食量比其他猪要大许多 于是陈明平采取了到位法 120斤以前喂食全价资料进行体型增大 120斤以后改为玉米面和红薯增加肉量 猪王体重一路飙升 给陈明平增加了不少收入 还有不少猪贩子打起了猪王的主意 为了照顾好这个大家伙 陈明平夫妇把他当成宝贝来对待 精心饲养 眷里不仅安装了风扇降温 还在墙上安装了方便游客参观的玻璃窗 怕的就是游客带来外来病菌 感染猪王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日2016北京农业电商产业发展峰会 继最受喜爱的农业电商颁奖典礼 在北京中科电商股举行 峰会以农业电商的创新发展之道为主题 围绕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农业电商发展政策 大数据应用 企业实战三个层面 探究农业电商的发展趋势和创新模式 旨在推动北京市农业互联网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眼下正值毕业季如何帮助大学生更好的就业创业 成了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近日大学生创新创业绿色无公害商品 电商创购示范基地建设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 共青团浙江省委将搭建一个能够帮助农民致富 帮助大学生创业就业的平台 该平台是由生产企业供货 由投资者购买展位 大学生操作应用 最终由平台来提供线上线下以及物流配送 此次电商平台的建设将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 提供更多的帮扶和指导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聚焦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聚焦三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